然后他太太要继续跟我谈 没多久 电话要进来 我说你赶快 你赶快 你看我们医院 你先生 先回去处理一下 你再不回去 可能回去要安坐 是 好 所以这个也是 男性朋友面对自己的这种问题 也是很尴尬 对 这个必须 有时候要顾虑到 当然救我们医院的话 还好就是说 都是一对一门诊 不会说 我再跟你 我在跟 杨千玟在电台 旁边还有人家看 那这样的话 那可能整个阶段会更僵 是 好 那么这个阶段呢 我们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 待会进一段广告 我们回到现场呢 有开放扣印电话 观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请教菜师 都欢迎您打电话进来 电话号码是7264613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来 出作三本 连续四年货班长庚最佳医师奖 赴瑞士加拿大发表国际论文 张华市国员副产科 院长蔡峰博医师 副院长陈昭文医师 专制不运证 地址在张华市中正路一段 392号火车站旁 电话 零四7260678 国员用心 使您更安心 欢迎回到祝你好运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 谈的是抢救金虫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是妇产科医师 蔡峰博蔡医师 好那么刚才我们 谈了这么多的问题 那么继续的呢 我们想要再请这个蔡医师 一个一个来为观众朋友解说 因为刚才我们有讲到说 其实可以服用一些抗氧化的东西 可以帮助 或是解决这个金虫 不正常的这种问题 那为什么这些东西 能够来帮助金子呢 那我们先从这个Q10 来谈起好了 Q10是什么样的原理 可以改善金子的什么问题呢 我相信观众 如果是理性朋友一定 这个Q10太常见了 对好像磨的啦 吃的啦好像都有 所以当我们有时候 要开Q10给病人吃的时候 他立刻说 Q10是可以吃 我说当然可以吃 我们的金虫 我们的任何细胞 我猜医师这样所能够动 这都是需要能量嘛 是 那能量来自哪里 来自于细胞的立腺体 所以立腺体是我们细胞的 发电机 好了 那立腺体总要吃东西嘛 他的营养品就有两个 一个是Q 那个辅美Q10 那一个叫做佐賢的LA 那最近的多伦多大写他们也就发现 如果说如果说在老死方面 他如果让老死的精子 老死精子比较差的 或者老死比较少的 让他吃Q10 发现都有改进 那Q10为什么会有改进的效果 第一个就是说 它可以增加精子立腺体的 那个数量 也就是说它可以增加活动力 这是一个 那再来就是说 就卵子方面 我们都是苦疑 这个卵子Q10没办法增加它的 我们苦疑没办法增加它的立腺体 现在Q10可以 所以辅美Q10最近的研究 噼啪后一瞬间增加很多 暴多 看下一张 我们再看 VCR VCR 那Q10 这个单力健康险注射 如果说你今天精子筒 如果说只有200万300万 那只好被迫这个样子 做单力健康险注射 这样的成功率会比较高 对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200万 那我还是建议你乖乖接受这个 因为200万你说要吃腰或打针 实在是有限 不过最近我看大陆一个研究 非常奇怪 他们就是针对精子比较少 比较差的 他刚打HCG 每个礼拜打1000单位 那打12个礼拜之后 再去观察 他是用电子显微镜去观察这支精子 就发现精子里面的那个包器各方面都变好了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有些夫妻就是 司管婴儿还做不出人 不想做 那他就说 我就说没关系 那就我们就做那个 我们可以考虑凶次要打针 那有些病人来就说 蔡医师我精子没有我要打针 为什么要打针 你有一个案例 本来无精症打针打打打打打到有精子 我说 那个是因为他脑下垂体没有办法分泌 所以我用排卵针跟他打 他第一个说排卵针 对男生怎么在打排卵针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就这样问我 我说对啊 因为我们男生的排精跟排卵 通通只有这两个就是 假如这是女生的睾丸 这是男生的睾丸 女生的卵巢 谁能够叫他工作只有两个 一个是FSH 一个是LH 那水复泌呢 我们脑下垂体 所以当我们脑下垂体如果复泌过的话 他就会造精 可是有一种人 我就碰到一个病人 脑下垂体肿瘤去领口长庚开刀 开完刀之后 结婚之后就没有小孩子 来我们验验 没有精子 抽个血 因为吴金正在来就抽血 抽血 哇 他的FSHLH都低0.3 是 就很典型的 就是所谓的FSHLH 偏低的所谓的低性线素 低性线基数的低性线 hypo hypo 那就跟他打针 这样的案例我接受我过两个 一个呢打了两个礼拜以后 哇 要背脊子 痛死了 不想打针 我要借精子 然后就生了一个 后来又第二次又借精子 生了三胞胎 那另外一个是 没有精子 一抽血也是一样 哇 这个人就毅力失子 打了三个月之后 验一千多万 对 趕快把它儒厚滋バ 趕快把它冷冻起来 然后就赶快做撕管婴儿 也是三胞胎 剪成双胞胎 一生了 所以 我们说 一种 一样是打针可以救的 有些人就是打了 两个礼拜就 拒绝 我要用借的 他 给他 那有的就是说 打针可以生自己的骨肉啊 那更辛苦嘛 对 我还碰过一个很奇怪的案例 他现在的金子是很少 少到一定要做四管银饵 可是他偏偏就 我不想做四管银饵 那可是你金子只有 这么少这么少这么稀少 用做人工收金也不会成功 那要怎么办 他说蔡醫生我要用戒的 那根据我们的人工生殖法 假如说 他有金子 他想戒 他是不孕生夫妻 他想戒在华力上是OK的 所以有些人就是说 我就问他说 你难道不想用自己的金子 做四管银饵生自己的骨肉吗 不要耶 有这种人 就是说 我宁可戒金子 我都不爱你干扰 生日子 真的有这样的 那可见那个女性朋友 如果说不孕的话 要打那个排卵针 也是很辛苦的 对 那有些病人就是说 我如果是要戒金子 戒卵子 生小孩子 不用生我宁可领养去 那戒金子跟戒卵子 含领养有什么差别 对 有些人就是说 如果没有自己的金子 没有自己的卵子 生小孩 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干脆去领养 跟领养有什么差别 所以不一样的夫妻 不一样的人生观 我们看下一条VCR 好 这是排卵针 那排卵针 为什么会修这个 这明明是排卵针 为什么 富翁在男生这边 因为他打造低性腺素 低性腺的无精针 变成排精针 那很多病人就是说 有听过排卵针 哪有排卵针 排卵针跟排卵针 一模一样的 因为那上次有一个棒球好手 说也是吃排卵药 对 辣费竞赛 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 他就是属于吃 他每天吃半颗的排卵药 因为我们排卵药 可以刺激他的脑下血体 分泌FHL去 然后一分泌以后 他就会刺激这里 他就会造精 那他是属于那种 吃排卵药有效的 那我的病人 因为这个案例 好像益州刊有问过我 他很多病人以为 那个棒球好手是我医的 其实不是 那很多病人就看到益州刊 又跑来说 蔡氏 我精子很少 我要像那个什么三的 吃那一种药 我说 他有他的病情跟你无关 人家吃了有效 每个人的状况不同 所以今天 今天一样无精症 或少精症 有些人要吃药 我会答应 有些人要打针 我会答应 有些人要吃 比如说 有些人还说 菜市外当吃蚵子 你高兴去吃 你如果可以天天吃100颗蚵 那你去吃 如果说他的精子不会太差 其实他要就什么 我都会答应 以前有 太差可能就没有得救了 如果 以前有一个叫做 大家应该都很熟的 叫做堂皇 就是大秦圣 大秦圣他听说 他夜人无事 那个人是女人 那听说他每天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吃100颗 鹅 生蚝 我说不晓得 他的那个生蚝 这样代价太高 为什么呢 因为那鹅里面有心 心可以增加精寵的活动 这是有根据的 但是如果说要用心去增加 男人的战斗力 我是觉得太牵强 因为没有 因为吃那么多 对 我就想说会不会 搞不好他 后来我没有去查到他的生 搞不好他死于胆 那个心肌梗塞 胆固醇过高 对 所以那也不是很好的办法 看一下那边西亚 好 那这个也是一种排卵针 就美若无孕 HCG 那不要以为我们今天看到这些针 这些药 这些食物 那你就说 我今天无精症啊 我今天精子少 我今天活动不好 蔡医师我要吃这个 我要吃那个 我要打这个 我要打那个 你要看你的病情 是否的药物是可以解决的 你要看你的病情 是否成绩可以解决的 你今天如果是无精症 但是是属于脑下垂体不够 那你要打针可以 要打74天 那为什么74天 因为一只精种造出来是74天 其实一只精子 一个卵子 不是那么容易 一只精子造出来74天 那一个卵子 有些病人就说 一个卵子不是一个月吗 不对 85天 一个卵子要排出来 它要混战85天才会跑到 跟这只精子结合 那你就说 不是月经来第一天开始 到排卵不是14天吗 可是它在月经第一天之前 它人家已经偷偷做了74天 70天的工作 再加上后面14天 所以一只卵子的制造比精子更困难 更久 一个是85天 一个是74天 所以一只精虫 一只卵子是得而来不易 尤其是卵子 下一张幻灯片 下一张 下一张VCR 那这个就是OV3 也就是HCG 我刚才提到那个大陆的研究 他们就针对67个不应症的病人 打了这个HCG 每天打一千大胃 是比较传统 这个是比较新的 那打12个礼拜 结果发现精子有改善 12个礼拜 12个礼拜 对嘛 就是三个月 所以如果说男生要打针 要吃药 都是三个月起跳 千万不要说 才一次我吃一个月 或打一个月针 我要要验精子 因为你精子到 因为你今天打了 好 这只精子是从这里 啪哩啪啪啪开始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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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制造 那你要它射出来 那要74天 所以考一个男生 他射精出来 在我们的血运气下 你看到这只精从 这个都是74天以前 炸了这后 缺在这里 对 所以我们如果说 我们在看经营分析 好像在做市场调查 觉得这个商品 在市场上卖的怎么样 那这个就是工厂 这就是产库 那这射出来精子就是产品 那我们的经营分析 好像是在做市场的调查 所以我们如果说想要靠 吃些什么东西来做 如果有改善的话 其实也是要吃这么久 才会有效果出现 对对对 那其实单纯 但这只精从其实学问很多 我最近有一个网路上问的病人说 蔡医师 我的精从是圆的 精子是尖尖的嘛 它可以钻进去卵子 我的精从是圆的 我做了64款应该都没有成功 问我怎么办 我说因为精从是演的就代表 因为精从前面它是戴着一点 好像那种和尚那个帽子 我们这个叫做顶体 比如说像这样子 好好好 戴着一个尖尖的帽子 假设说我猜一次是一只精从 它前面有一个那个好像和尚帽 可是那种菸 菸头精从是这个帽子不见 就是说它没有顶体 没有顶体当它碰到卵子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揉一个洞 所以这种病人 势必要做单力精从小注射 这就是源头 源头的精子 因为所有的精从都要尖的 对对对 精从不是这样子 尖的是尖的 那这种有时候不容易成功 不容易成功 那时候有时候要 即便是做单力精从小注射 即便是做素管应该 不见能够成功 所以不要以为有精从 很多病人就说 我精从六千万 六千万要怎么样 你如果说每只精从都是源头的 那也是 那成功就很难了 我有一个病人 从美国写信给我 他说 他一直我在美国这边 一直说我招呼没救了 我说什么意思 因为我的精从 我现在的精从很多 可是射出来全部都死的 就是说的 每次都是 没有一直动的 就是好像是一滩那种死鱼一样 那这怎么办 那这里面有炸 怎么说有炸 就是说这些一滩死掉的精从里面 可能有一些 是可以是活的 有些是真的是死的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动起来 我们可以用swearing test 就是用一些medium 你给它倒下去 如果说它是死的 诶 诶